男主角此时此刻已经急到快要绕赛了 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在沟通彩排手忙脚乱齐心协力的样子 但是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瞎忙什么的状况下完成这次求婚的前置作业 我是白阿红 今天要来说一个几个月前在电视台上班的员工向自己女友求婚的故事 故事的一开始在2020年6月10号礼拜三天气晴 气温几度我不知道总之那天天气很热就是了 男主角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他决定下班冲去老婆的公司埋伏 等他下班与他的同事里应外合在他们公司进行一场 惊天气鬼神的求婚大作战 计划是这样子的 女主角的同事骗女主角要帮他办欢送会 女主角下班之后就会赶过来分店 同事就会播假欢送影片给女主角看 女主角看完男主角做的求婚影片之后 男主角就会出现在女主角面前 对着女主角说出求婚告白之后下跪 掏出求婚戒指带在女主角的手上 然后这项惊天气鬼神的求婚作战大计划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看到拿着一束花看起来有点变态变态的男子 就是今天要求婚的男主角 就是我就是What is me 距离女主角下班赶过来只剩下20分钟的时间 男主角此时此刻已经急到快要绕赛了 他赶紧在红色警戒的状态下张罗所有的工作 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在沟通彩排手忙脚乱齐心协力的样子 但是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瞎忙什么的状况下 完成这次求婚的前置作业 好的就在这个时候女主角终于现身 这个女主角是谁呢 女主角就叫做韦婷就是我老婆就是Sani aka奥迪新政出那小姐 其实她一来的时候想去上厕所 聪明的同事告诉她那边的厕所不可以过去 原因为什么并没有跟她说 女主角也相当聪明而且也很吃香的打消上厕所的念头 乖乖回到座位上看同事帮她准备的欢送影片 这部假欢送影片里面就是在说一个男主角跟一个女主角相爱的成长故事 中间会有很多女主角想不到的亲友同事祝福的片段 最后男主角会把心里面想跟女主角说的话讲完就会画下去点 然而这时候看起来变态变态的男主角就会悄悄的走到女主角的旁边 用一副变态变态的笑容看着女主角 然后变态变态的牵起女主角的时候 在重目睽睽之下对她进行告白 哦等一下其实不用等一下 对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看错 前戏都还没有开始男主角就已经累崩了 所以男主角就在一发不可说死的状况下 一边戳戏的一边把告白事实给说完 我知道大家不会想要听 但是我就是要逼着你们听 但是为了避免大家看到这边突然想把影片划掉 我想我还是直接跨成到最后一段好了 男主角说谢谢老天让我遇见你 让我从学长变成同事 从同事变成男朋友 从男朋友再变成司机 接下来我最想要成为的就是当你的老公 虽然你早就说过恩斯你想要嫁给我 但我说在我没有下会之前那通通都不算 所以在大家的见证之下 我认真的想问你 王伟霆你愿意嫁给我了吗 然后这个时候女主角就会在一股 如果你要是说不愿意的话 现场就会几度尴尬到爆的场面之下 说出我愿意 男主角就会顺理成章的做收愚翁之力 变态变态的把戒指套在女主角的手上 最后这场惊天第七鬼神通通都没有的求婚大作战 就会在大家的掌声与欢呼之中画下完美的句点 所以这个求婚的故事就是要告诉我们 万一以后求婚的女主角没有港豆落泪的话 那男主角你就自己留吧 可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